讲到摄影需要的器材还有配件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相机加一个镜头 最多就再配上一个三角架 不过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为了要拍到特定的效果 拍照还有录影片 他们各自都会需要一些不一样的配件 我在这个影片里面会讲到的就是 拍照还有拍video 蛮常需要用到 不过很少被注意到的ND filter 简单来讲ND filter 其实就是一个给相机用的太阳眼镜 它主要还有V1的功能就只是剪光罢了 只要把它套在镜头前面 相机收到的光就会减少 这里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要让相机收到最多的光 来给照片的quality最好 为什么会需要特地套一个filter来剪光呢 不过其实在拍照还有拍video的时候 会有一些情况 画面会太亮 需要用ND filter来剪光 我接下来讲的这些情况 都只会在你用manual setting来拍摄的时候遇到 如果你用automo来拍摄的话 肯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不过你也没有办法拍到这些效果 首先第一个情况 就是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 开大光圈来拍照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在户外拍一张 有bokeh效果背景虚化的照片 我们就需要把光圈放大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放大光圈 像是F1.4 就算你用最短的Shutter 还有最低的ISO 照片来注意太亮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通常对一家相机而言 白天在户外开这么大的光圈 一定是太亮 在这种情况就会需要用到MD filter 来把相机收到的光减少 让相机拍到一张有正常亮度的mokeh照片 同样的这个情况也会在拍影片的时候遇到 第二种情况就在同样这么亮的环境下 拍一张long exposure的照片 long exposure的照片其实就是用长快门来拍照 通常我们要拍一张landscape的照片 里面有海水啊或者云 我们用长快门来拍就可以把他们的motion也拍下来 这样子就可以拍到有海水流动 或者云飘走的效果 不过这种效果通常会需要用上好几秒的快门 用这么长的快门就算你把光圈放小 还有用最低眼的时候照片一定还是会太亮 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用MD filter来减少相机收到的光 让相机可以拍一张有正常亮度的long exposure照片 这个情况的话就只会在拍照的时候遇到 拍video是没有办法用这么长的快门来拍的 第三个情况只有在拍video的时候遇到 就是在同样这么亮的情况下用manal setting来拍video 这边需要解释的是通常如果你用电话来拍video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不会遇到太亮 因为电话的video都是用auto setting 它会不停的调整快门速度来适应环境的亮度 相机的话就可以把video的快门定着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video的motion blur比较自然 简单来讲的话要拍一个24fps的video 就把这个号码乘以2 也就是148秒 这个会是最适合用的快门 在相机里面的话最接近的就是150秒 用这个快门来拍一个24fps的video motion blur会是最自然的 用更快或者更慢的快门的话 motion blur都会变到比较不自然 可是150秒这个快门 对这种阳光充足的环境而言 video一定会over-exposed 这样子就只有用anti-filter来剪光 才可以让video的快门保持在150秒 亮度也不会太高 虽然anti-filter看起来很像很讨价哦 用了会有这些效果 不过毕竟镜头的每一个镜片都是很高quality的 这样子随便把一片环璃夹在镜头前面 多少对画质都会有一点影响 anti-filter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让照片还有video的颜色跑掉 比如说我的这两张照片 在异样world balance 放了anti-filter的照片 颜色跟没有放anti-filter的会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只要拍raw format的照片 然后后期调色就没有事了啦 除了这个问题 用anti-filter来拍照或者video 也会让画面的角落跟中间比起来比较暗 这个问题通常是出现在anti-filter比较靠近它狂的地方 所以给镜头用上一个比自己更大的anti-filter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 在选择anti-filter的时候会看到好几种款式 普通相机用的通常是variable还有fixed的anti-filter variable anti-filter会有一个减光程度的范围 那样子就可以只用一个anti-filter来达到不一样的减光效果 fixed的anti-filter就只有一个减光程度 不过通常fixed的anti-filter会比variable对画质带来的影响更少 anti-filter的diameter要至少跟镜头一样 或者比它更大才可以套在这个镜头上面有 像是一个diameter 52mm大的镜头 就需要用到至少52mm的anti-filter或者更大 如果想要像我刚刚讲到的 给镜头用上比自己更大的anti-filter 就会需要用到一个step-up ring来把镜头的diameter放大 通常如果想要比较省钱一点的话 都是买一个比较大的anti-filter 然后买很多个step-up ring 这样子同一个anti-filter就可以用在不一样diameter的镜头上面 不需要每一个镜头都买一个anti-filter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